这个男人叫阿荣 天生阴阳眼小的时候经常见鬼 直到后来他随舅舅来到加拿大 阿荣在这遗嘱就是十几年不回家 但十几年后的这晚 他突然接到来自香港的电话 电话里说他妈想不开要挂了 希望他能回去看看他 可挂完电话后 他发现他妈就坐在他身后的沙发 想说什么吧又说不出来 这样阿荣才发现他妈没了半截舌头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阿荣被他妈一惊一下 一个不注意就失了 第二天阿荣坐上返回香港的飞机 其实他很不喜欢这里 毕竟这里给他留下的都是恐怖回忆 下飞机的第一件是直奔医院 他妈状况还行 度过了危险期只是昏迷不醒 具体多久能醒不好说 主要看阿荣他妈自己的求生意志 医生他通俗易懂的对阿荣表示 说阿荣他妈的灵魂不知道飘哪去了 什么时候自己玩够了 想醒了就能醒过来了吧 从医院离开后阿荣准备回家 可能是七月的原因路边有许多烧金银医植的 阿荣的家住在六楼 走出电梯他看到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 而这个女人在看到阿荣后撒腿就跑 仿佛看到了什么恐怖一幕 走廊中有个抱着纸汽车玩耍的小孩 他家房门上还插着许多白色的小花 阿荣上前把这些花拔出放下 这一幕就引起了他对门邻居的注意 这个男人问阿荣这些花还要吗 如果不要的话可以给他吗 阿荣听后虽有疑惑但还是点头同意 于是他就看到这个邻居快速走出房门 捡起这些白花 郑重有序地摆在自己门前 话说这个人是真的没有忌讳吗 当阿荣打开房门的那刻 这个男孩则突然出现 直接先阿荣一步跑进阿荣的家 而时隔十几年再次回到家中的阿荣 一时间感慨万千也就没顾得上男孩了 他看到房间内的一切都还如十几年前一样 再走进屋 他看到了桌子上他妈和他们的合照 以及这个奖杯等等 他妈以前是唱戏的 看这样子感觉还很厉害的那种 这个时候他才顾得上男孩 男孩叫鱼仔 也是阿荣的邻居住在607 他把玩具汽车送给了阿荣 俩人这样就算是做了朋友 松走了鱼仔后 阿荣开始收拾东西 然后他发现了很多未被寄出的信 和这个红色的信封 上面写着706邓慧兰收 邓慧兰是阿荣他妈 可他们家住在606啊 虽很疑惑却并未在意 之后阿荣在房间里找出许多 他小时候玩的玩具 当他拿起的瞬间 他忽然听到从楼上喘下的一阵弹珠声 紧接着就是一阵喧闹的嘈杂声 为了掩盖这噪音的吵闹 阿荣打开了电视机 而后他躺在了床上 却被热得久久无法入睡 他想打开空调 发现空调坏了 他去厨房喝了杯水 又发现楼下有个老太太 不停地朝着四周参拜 阿荣搞不懂他为何会这样 他只想早点休息 回到房间他爬到上铺 他想打开脚底的窗户透透气 却震惊地看到对门邻居 此刻一脸微笑地看着自己 那笑容很是诡异 再细细看去 阿荣惊恐地发现邻居的肩膀 有只恐怖黑手 可能是察觉到了阿荣的注视 黑手收回的同时 一颗黑头突然出现 这把阿荣吓得立刻躲回房间角落 瑟瑟发抖 直到很久之后 他听到邻居回屋关门的声音 他才敢快速关了窗户 然后第三天 也就是阿荣回香港的第二天 早晨出门 他发现门口围着很多人还有警察 一问之下才知道 对门邻居昨晚挂了 大家在知道 阿荣是邓慧兰的儿子后 都对他指指点点 说什么现在回来还有什么用呢 说他妈妈寄了好多信都不回 人群中有个老头叫钟哥 他和那些邻居很不一样 看着很是友好 他主动与阿荣聊天 聊起阿荣的妈 期间这个警察就对阿荣说 这里最近出了很多事 有点邪门 他是不建议阿荣住在这里的 不过阿荣有点走人了 他注意到这个疯女人来了 只是当他发觉自己 被阿荣注意到后 立马就跑了 而警察在看阿荣挨打不理 他便警告阿荣 白天阿荣来看他妈了 看着他哭瘦苍老的样子 他心一软就回想起 当年他妈对自己的好了 离开医院后 他去买了台风扇 回到家楼下 他看到了一只可爱的黑猫 逗猫的时候 他被钟哥叫了去 钟哥正忙着做纸扎 他想让阿荣帮自己 把这些东西搬到自己店里 再来到钟哥的店里 阿荣被这座大房子所吸引 透过窗口向里看去 阿荣发现这个东西 还真是麻雀虽小 无脏俱全 什么沙发彩电 一家三口全都有 可当他看着正入神时 一个声音打断了他 你都想过这种美好生活啊 这个老太太是钟婆婆 虽然十几年未见 但她还是一眼认出了阿荣 说她小时候长得小小的 没想到长大后这么英俊 虽然是客气话 但人家阿荣小时候 就很帅好不好 这个时候钟哥也回来了 他让阿荣别客气的同时 还让阿荣看看自己需要点啥 等自己有空时就帮他炸 阿荣听后都惊呆了 这特蒙的也太客气了吧 哪有人问活人需要什么指扎的 你真是会讲笑 讲笑 我句句都很认真的 钟哥的话 让阿荣想到了鱼仔的玩具车 他问钟哥 那个车难道也是他炸给鱼仔的 钟哥回答是 阿荣觉得小孩子玩这个是不是不太好 钟哥就说有的玩总比没的玩好 之后钟哥更是警告阿荣 说他以后最好还是少和鱼仔接触了 阿荣想问为什么 钟哥说为了你好我好大家好 回去的途中 阿荣遇到一个卖保险的 翻来覆去就那几句 为了将来帮我买一份保险吧 阿荣不会在这酒呆 当然不会买 来到楼下他看到电梯停在七楼 再看监控他发现此刻鱼仔正在里面 并且看样子好像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之后阿荣把鱼仔带回了家 他发现鱼仔画了很多很诡异的画 这些画让他明白鱼仔与自己小时候一样 不是有阴阳也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为了开到鱼仔 他告诉鱼仔以后即使看到了也当没看到 这样随着慢慢长大以后就会真的看不到 像他这样 但他此刻是真的看不到了吗 很久之后鱼仔的妈妈来接鱼仔了 阿荣发现这个妈妈很是奇怪 就仿佛于鱼仔很久未见了一样说鱼仔长高了 一边说着一边拿出尺子量 而这一幕就让阿荣想起自己那个神刀的母亲了 他在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对自己的 不仅如此那时的他妈还经常带他去驱邪做法 只因阿荣见嫖之后还管人家叫叔叔 阿荣爸爸知道后一怒直下直接撇下他们母子 当然也可能就是找个借口 可他妈不清楚啊 虽然这些法子最后都没用 但小时候的阿荣害怕神刀的妈妈就撒谎说看不到了 画面再回到现实 阿荣听到一阵敲门声 他立刻跑去查看 发现是那个销售员 可开门后人却不见人 走廊里哪哪都没有的那种 阿荣还是没太在意的直接关门没走几步没有响了 阿荣脾气上来了发着牢骚 开门后却发现来人不是销售而是钟哥夫妻 钟哥说钟婆婆给他熬了老火汤让他尝尝 期间钟婆婆问阿荣他是不是有阴阳眼了 阿荣听后呆了一下立刻解释都是小时候瞎说的 现在已经没有了 但钟婆婆没有理他而是自顾自的说 那么人大了就习惯了 有没有啊 钟婆婆让他仔细听 说这里的晚上好像有些别的什么声音 说人老了耳朵就会特别敏感 稍稍有点声音就吵得睡不着觉 虽然钟婆婆的话让阿荣浑身起鸡皮疙瘩 但她还是倔强的对他们夫妻表示 他们还真是爱开玩笑 说这世上哪有什么鬼啊 说自己小时候其实都是瞎扯淡的 俩人听到这觉得他们该走了 可走了后这俩人又突然在走廊中暂停了一下 很诡异 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在说阿荣准备喝这份猪舌汤的时候 他忽觉哪里不对 他下意识去关掉了风扇 但起身的瞬间在他的背后突然出现一个人 不过阿荣并未发现 他只是喝了几口汤后就很不开心 莫名的想到了小时候的一些事 然后从这开始就不停的抠手指甲 第四天 阿荣来到社工这里问他妈舌头的事 然后负责照看他妈的社工 就给他看了一条之前在保安室录下的视频 视频中显示他妈穿了一套很奇怪的衣服去了七楼 回来后就出事了 但据社工所知 他们家那栋楼的七楼是没有人居住的 所以他妈为何如此就没人知道了 回去后阿荣带着疑惑准备去七楼看看 期间他偶遇到钟婆婆了 钟婆婆发现阿荣要去七楼后就很奇怪 没有了往日的热情 阿荣也察觉到了什么 想解释说楼上有声音自己想去查看 结果钟婆婆就又一次的让他晋升 下电梯后更是对他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来到七楼后阿荣发现这里与他所想的很不一样 这里灯红酒绿的不但有人还有很多人 他们在这里唱歌跳舞有说有笑的 而且阿荣还看到鱼仔他妈了这女人这么 一打扮还挺好看让阿荣 险些没认出来 感觉被女人发现后阿荣快速离开 然后他在这里发现了七零六号门了 阿荣第一时间想到仪柜中那封红信封了 那写着七零六的信封和这道门有什么联系吗 可才刚想到这 他忽然被一阵求救的声音打断 再随着声音寻聚 他来到走廊尽头 他看到这道门口似乎囚禁了很多人 当他转身想象这里其他人求救的瞬间 之前的灯红酒绿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这处处偷着诡异的红色走廊 在这里阿荣见到了那个唱戏的妈妈了 可能是没有舌头的原因 此时他那哼哼唧唧的声音异常恐怖 再看他步步紧逼朝着自己走来 阿荣已经腿一软直接贪软在地 但这个唱戏的妈妈并没有伤害他 只是为他打开了这道红色的门 见门开了阿荣来不及思考直接夺门而出 他是连滚带爬的跑回家 回到家关上房门的那个 阿荣后怕的浑身颤抖即被发凉 不过冷静后他来到衣柜 找到这个红色信封直接拆开 里面只有一把钥匙 那么他是打开706那间门的钥匙吗 这一夜他不仅无眠 更是抠了一夜的手指甲 第五天 此刻因恐惧又未休息好的阿荣 已经颓废不堪 他联系了社工 让社工帮忙叫来了警察 昨天他在七楼不是看到有人求救吗 这就想着让警察上去救人 可是因为这里频频出事的原因 这个警察对这里也算了解 他知道这里的七楼根本没人 再看阿荣唯米不振 眼神飘忽不定的他 就对阿荣的话保持怀疑 但下一瞬间 那个见到阿荣就跑的疯女人 想不开在他们面前自我了断 恍惚间阿荣更是发现 这群邻居们居然在笑 可能是这件事的影响 警官先生最终还是决定 和阿荣去七楼看一看 虽然保安很不情愿 没办法只有随同前往 话说可能是紧张情绪致使 电梯内的众人都觉得这电梯今天上升的很慢 当电梯终于来到七楼 但电梯门却不开的这一刻 众人的情绪已经紧绷到极致 两位警官的神情也各不相同 一个下意识把手放在枪上 一个下意识把手放在十字架上 然后下一瞬间 有点小尴尬小丢脸 所以警官就把这怨气都算在了阿荣身上 再看阿荣走出电梯 那些什么灯红酒绿红色的门等等都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只有两堵墙 虽然阿荣极力地想解释 他之前上来是不是这样 但没有人相信他 因为据保安讲 这两堵墙已经弃了又十几年了 现在就连社工看阿荣的眼神也充满了失望 而阿荣则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当天晚上 坐了十几年轮椅的王大爷突然站了起来 瞅了几年的鱼仔 妈妈也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五脉动人 不过这些阿荣都不知道 他很口渴想喝水 但家里却一点水都没有了 他来到楼下 结果又一次偶遇到销售 面对销售的纠缠 阿荣只有把他推开 可想走时却欲怪是不断他被吓得不行 他这个浑身发抖的样子被保安看到了 老头无内摇头仿佛是在说这个孩子废了 来到楼上阿荣看到了鱼仔 鱼仔对阿荣说阿荣教给他的方法不好用 即使他很努力地假装看不见 但他还是能看见 可此刻的阿荣已经没空回复他了 因为他自己也正被一群阿飘纠缠着 回到房间躺在床上 本想着好好休息 结果一只苍白的手突然出现拍他的肩膀 这一瞬间阿荣就仿佛被鬼压床一点都动不了 下一瞬间他就看到他那个唱戏的妈妈 在房间走来走去一会床上一会床下的 这又让他想到了小时候的事 那个时候的他妈也穿着这身戏服不停朝他咆哮 使则他又仿佛质问自己为何会生下的 画面回到现实 阿荣发现自己能动了 他起身坐在了沙发上 他打开电视机极力地控制自己不去想当年的事 但脑子不知怎么不受控制就偏偏回忆 很久很久以后 天亮了 阿荣恢复正常的起身离开房间 他想去鱼仔家看看鱼仔有没有回家 却发现鱼仔家里没有人 诡异的是这里为何会有很多职杂用品 期间桌子上的一本影机吸引了阿荣的注意 他拿起随意翻看了几页 发现鱼仔妈妈前后有很大的变化 接着他又看到化妆桌上的一把钥匙 这钥匙看起来与他妈的那把很像 但这时一个声音惊得他一哆嗦 鱼仔妈妈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 阿荣不好意思呆了只有逃走 这天是第六天 阿荣在楼下看到了钟哥和鱼仔 钟哥说这天是大日子 如果阿荣没有什么事的话 今天一定要帮自己忙活忙活 可当阿荣想问他是什么日子 是钟哥只是笑笑不说话 还是这时阿荣的电话响了 是医院打过来的 那边说阿荣的妈妈醒了 阿荣听后急奔前往 再次见到他妈后 即使之前有万丹不满 这一刻也全都化作乌有 母子俩相拥而弃 这个拥抱他妈等了十几年了 其实他妈是爱他的 阿荣被舅舅接走后 这些年他很不好过 后来他找到了当年那个法师 帮他开眼 他本来是想感受下 阿荣见鬼的心情 结果没想到这个法师是骗子 他被骗了钱骗了身子 在想到之前因为自己 对阿荣造成的伤害 那一就自责和这次的刺激之下 邓慧兰就变得神神道道 不但换衣上了七楼更是想不开 现在母子俩和好心结解开 阿荣准备把母亲接走回家 来到楼下就看到了正在办事的钟哥 邓慧兰看到就很想去 而钟哥发现他们便上前热情迎接 这里正好还给他们留了两个位置 钟哥给阿荣端过来少拌碗汤 嘱咐他们母子一定不要客气 要吃好喝好 阿荣刚刚与母亲解开心结 再加上钟哥这个人一向热情友善 所以阿荣也就没有多想的抿了口汤 可汤水下渡后 他总觉得这个味道怪怪的 在细细打量周围挤拙的客人 他又觉得哪里不对 这些人有的见过 有的没见过 没见过的和钟哥两口子就不说了 这见过的有萧瘦 有对门邻居和那个疯女人 萧瘦先不说 这个邻居和疯女人可是死了吧 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这让阿荣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但还不等他想干什么的瞬间 钟婆婆上台讲话 什么时辰到了呢 为什么大家这么开心 接着阿荣就看到很多人面前多些东西 有镜子剪刀等等 当他看到这些人用剪刀扣 竟发现自己妈妈一脸鼓励地看着自己 话说大家玩得这么狠吗 阿荣一下就怒了 觉得他妈就是这样被大家逼迫的 于是他起身愤怒地掀翻了桌子 可还没继续怎样就被几名大汉控制住了 期间钟哥和钟婆婆看他的眼神也变了 一脸失望的样子 阿荣他妈开始劝他 说阿荣只有这样才能融入他们 说如果阿荣想一家团聚就赶紧照做吧 阿荣听后却连连摇头 傻子才干呢 这时阿荣看到人群又热闹了起来 他闻声望去发现原来是鱼仔他妈带着鱼仔来了 他们说要把鱼仔献给什么全能的你 说感谢那个东西让他们重获新生 阿荣听后奋力挣脱想上前阻止 结果之前那碗汤的药笑上来了 阿荣一个不慎摔倒晕了过去 昏迷前他看到钟婆婆对他说 从你不起 你就是深属的人 阿荣猛地醒来 他看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舅舅了 舅舅说他是在看空中飞人的时候晕倒的 现在在医院见阿荣迷迷糊糊的他舅舅喊来一声 给阿荣做了个简单的检查 医生说这是正常状态 估计要笑过了就会慢慢正常 而后阿荣不知怎么就回到了家 此刻他妈的舌头好了说话也正常了 而他不知什么时候都结婚了 媳妇都有了 他媳妇长得很好看 说话温温柔柔的也很舒服 可这就更让阿荣觉得很不真实 他立马起身想离开这里 却被他妈阻止 他妈说这里有妈妈 有老婆以后还会有孩子 一家人整整齐齐的不好吗 他媳妇也问 阿荣这里难道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吗 为什么他想走呢 阿荣听后没有回答 因为此刻他脑子里只有恐惧 他下意识拉了门把手 发现这道门竟然是纸糊的 再离开这间房 阿荣看到这里竟然就是706 而刚刚那个漂亮媳妇已经变成了指人 他妈更是一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 阿荣被吓坏了 紧接着他醒了过来 他看到钟哥递过来的剪刀 他想都没想直接接过 并用它干掉钟哥 随后他跑过去抱出余崽 再看他早已没了呼吸 阿荣似悲似怒 但最后都化为阵阵狂笑 只是笑声中掺了那么一丝不甘与绝望 之后随着最后画面到计时的第一天 也就是第七天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七天 七月 七楼 这事和七干上了 其实七这个数字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与吉祥 幸福美好相联系的 有时也代表圆满和完整 但在西方的文化则代表幸运和神秘 据说上帝创世只用了七天 结合影片中他们提到的新生 我觉得这群人就是效仿上帝的邪教实锤了 再说他们是人事漂 我觉得事漂理由如下 记不记得钟婆婆曾问阿荣是不是自小拥有的阴阳眼 阿荣否认 可不管阿荣怎么解释钟婆婆都只说了一句话 那就是自小看到大习惯了 她为什么这么肯定说这句话 我觉得她本身就是漂 户事开始时阿荣初次回到香港的那个晚上路边有很多人烧纸 有人注意到这个相片吗 这是鱼仔吧 所以之后的鱼仔是阿荣想象出来的还是阿飘呢 第二天邻居挂了石钟哥和阿荣在这里认识的 可有人注意到了吗 其实这个警察从头到尾都没有看钟哥一眼 他应该是看不到吧 钟婆婆看到阿荣的第一眼就认出了他 这太巧了吧 钟哥前后多次让阿荣选纸杂用品 还有鱼仔妈妈前后判若两样 和他们家满屋子的纸杂家具说明 他们都是漂 而且阿荣抠手指这个动作是从喝了钟婆婆的汤后才开始的 后来从七楼下来就更严重了 钟哥夫妇来敲门前阿荣透过猫眼看到的是销售 这个时候阿荣家里的电视机其实是有一段新闻旁白的 说现在楼价高至夜难很多人都被告破产了 这么一想销售其实早就挂了 钟婆婆知道很多事 她告诫过阿荣要安安分分不要打扰别人 阿荣当时可能是听不懂 不过这并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钟婆婆她们想让阿荣成为她们的一员 医生开头说阿荣她妈昏迷不醒是因为灵魂出走 这样阿荣在加拿大看见她妈妈就说得通了 其实我觉得最后她妈也没有醒 阿荣看到的一直都是邓惠兰的灵魂 在结合警察说这里频频出事社工说这里诡异异常 这个大半夜焚香烧纸四处参拜的老太太都说明 这栋楼里有很多飘 还是使了都不安逸的货 至于阿荣拯救鱼仔在我看来更像是阿荣的自我就熟 不过失败了 也可以说她压根就成功不了 以上就是我看完后的猜想 有点乱喊 当然每个人看完电影后的感想都不一样 还是欢迎有一见不同的小伙伴留言探讨 那今天就先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吧